在市面上的话呢差不多啊 2000多万3000多万免币 来朋友们啊 咱们现在回来了 咱们先洗第一个啊 4万免币买了这个 这个话总也还可以的 看肿太嫩了 对不对 在裹着泥土的时候 感觉的话还是可以的 但是洗出来的话 你看不是很理想啊 但是的话呢 往里面再切的话呢 还有一点点变数 但是变数不大了 咱们接着洗第二个重头戏 咱们30万买的这个小料子 这个小料子的话 老赵是通过这个沙皮 来辨别的 这个的话老赵还是有点信心的 OK 墨西沙的石灰体 沙粒就翻出来 翻沙还净净 像这种料子一般不会差 你看这个料子 不得了啊 这个料子不能大意啊 看到没有 这个料子一灯爆了啊 30万买个灯泡啊 墨西沙灯泡啊 这个是啊 像这种料子如果开窗的话 这个妥妥的是起兵啊 全部全身爆了 这点还是简单的 才刷了一下下啊 点漏捡到姥姥家了 是吧 大涨啊 这个料子了 像这种灯泡的话呢 在市面上啊 三四百万随便卖啊 这个料子的身价的话 已经涨了十几二十倍不止了啊 继续供最后一个 能不能供出玻璃种 来十五百万随便卖 简单的 反正是洗一下之后 我们来看 买买这个料子 这个寒光翻起来了啊 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大拇指按的这一点点 这个自然脱沙 是黑度 高冰妥妥的啊 我们说高冰妥妥的 这种青色的这种叫做青杠 也叫做蓝杠 方这种杠位的都是高冰 那本来是没底色的 它这个杠位全部翻起来了 妥妥的玩过一种的料子啊 这种高冰种是已经有了 像这个七百万买下来 真的是太值了 这种种的话呢 已经是飞天了 这种蓝尾 这种蓝杠 目前的话呢 只是这一面 是拖沙拖的比较厉害 其实的话呢 它一整个尾部 这些地方总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变的 打灯的话 这边就爆了 咱们今天呢 这十个料子 真的是剪大乐了 特别是最后这个啊 这种高冰的这种东西啊 这个在市面上的话呢 差不多啊 两千多万 三千多万免兵 最少 今天的这个墨西沙之礼 又是大乐结束啊 OK希望大家呢 可以从老赵 去收MC的这些 实战当中呢 学到自己想学的 学到自己想玩的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